可以了 不容易啊 这个清楚一些了 哎 他俩打上了 还有 延安跟丹羽 第一场双打 哎呦 这场好看 延安怎么跟丹羽配上了 所以 这个延安 这个就不能怪我了 这场我可能会有点倾向 可能我稍微偏向陈雨琪她们一点 因为丹羽实在太别扭了 全半边 你看 看陈琪训练的半边 陈琪特长就是半边 他瞄不准球 一身肌肉 你知道吧 你看陈琪打球全是半边 一会儿 一会儿 袜子很好穿 又回够了两单 没有问题 开始了 开始了啊 不用 不用不用不用 陈琪肯定上了一个爆 要不就半边 要不就拧 延安碰不着球 哎呦 安哥这防守确实挺过硬的啊 延安的防守还可以 陈琪其实激发球有点特点 反手爆拧 你看 你看 哎呦 敬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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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怎么还蹬腿呢 陈琪这个大风格就是手感稍微差一点 但是你看他肌肉块打球挺凶的有时候离一下 啦 嗯 downloads 这就是 这就是 这他俩说啥呢 能听懂吗 你看战术很坚决 你别看陈一齐一身脊柔一身块 但是呢 就搓陈一齐正手为长久 他使不上劲你看 就搓他正手长久 他使不上劲 延安从小就这么盯着他打 陈一齐是比较少有的那种 一身脊柔但使不上劲的 发狗手了 陈一齐有点紧 紧点 手感差一点 你看近期打球 他动作有时候做不完整 你知道吧 就是东倒西歪的 你看这辆比赛他俩有压力了 你看那俩打球没什么失误 失误全在他俩这儿 错了个半高 陈一齐 我要是陈一齐 我肯定暴拧 凡手暴拧 陈一齐打球明显这么笨重的 对他打球风格就这样 陈一齐的特点是什么 发球发得好 对你们需要的袜子 你们就拍一拍啊 你看陈一齐打球都比较跳跃 就是动作 他做的每个动作都不一样 我打个大手刀板 半边 看上没有 半边 对 这陈一齐每个动作都不一样 这个竞技又打了个半边 你看这肯定都延安告诉戴雨消息的 你就搓在正式场子 他使不上劲 其实正常的打比赛 很少搓这种场球 但你看他猛搓陈一齐正手 就肯定是延安告诉他的 你看让他拉 他使不上劲 你看陈一齐拉 基本都输了 太了解了 延安太了解他了 但是球还是有点东西 你咋还夸上了 忘了 忘了 他整体的实力 丹一和延安肯定是好一些的 说缺点 没问题 说缺点 他俩上了应该不是不太输球的 你们有需不需要背包 你们需要背包的话 可以今天给你们打一波折 给你们上点背包 如果你们需要的话 你看一直在延安指导 要不给大家看一眼 给大家看一眼 颜值不高 给他看蓝色的 88包邮上车 给他们改一下 改到88吧 开始了 延安打成天棋 看看延安怎么打 漂亮 是没条劲 这陈一席他拉不出劲 你知道吧 这个没办法 这天生呢 陈一席肯定得拧他 对 我跟你说 陈一席这边拧拉 有点威胁的 真有点威胁 因为我们以前打联赛的时候 就老防着他这一边 他这边拧得特别重 但是呢 他一个不好的问题是什么 拧上一个拧丢一个 我算得他死死的 你知道吧 他不好的一点是什么 他光当给你一下 第二个时候有可能就直接丢了 算得死死的 这就是对一个运动员的了解 单雨消息接个下网 他发那个转的很转 不是我对他对他就特别了解 知道吗 背包上了吗 背包上了 88块钱给你们打折了 然后这个你们需要的 你们就拍就行了 那边那边那边一样 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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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腰头了 怎么回事 说 没有 单雨说没插网 单雨就继续打吧 最后一把牌子插了吧 这单雨和牙明显是实力要厚一些 实力要厚一些 整体的实力 按理说这个球不应该拉丢 你看其实戳得很慢 背包有蓝有黑 有蓝有黑 这背包给你们打折了 你们真的真的可以拍一下 你看这个他们在日本的时候延安和陈进席 天天没事就在一起 吃个饭啊 包括 对吧 天天没事就在一起 但打比赛不惯毛病 咬牙切齿的 你看 马上就变成仇人 你知道吗 这个没办法 这比赛 他必须有一方胜利的 你看 那个谁 延安推陈建奇正手 因为陈建奇正手使不上劲 延安从小就这么打 把他打了 哎呀漂亮 就是靖琪的动作 他老是做的 有时候做的 他基本一场比赛 没有一样的动作 他训练都是正常动作 但是比赛都是非常规动作 你看 给靖琪都打蹦起来了 你还打是班达的本 对 你看 拧上一个拧丢一个 你看我说的吧 拧上一个拧丢一个 两轮了 就是陈琪这一下的威胁很大 就我们都比较害怕 但是呢 害怕都是又不担心 我不知道 我跟延安谁胜率高 我跟延安比赛一阵一阵的 知道吧 职业生涯末期我好一些 职业生涯前期 他赢得多一些 中期我赢得多一些 后期我稍微好 那么一点点 怎么打延安 打延安 打延安说说 延安的技战术能力真的强 技战术能力真的强 延安缺点是什么 实力差一些 他速度特别快 你知道吧 然后技战术好 但是他就是比打球的厚度差一些 球牌可以签名啊 你看延安打的就是就是我们卖那个那个那个班达的本 特制的班达的本 说白了还是你比延安强 这是你说的啊 你看 对啊 延安快 你看他打到成熙齐动作都做不完 你看成熙齐动作全是变形的 太快了 你看 他来不及 所以延安是想测身算一个没算住啊 猜错了 拉了个正手看测身了 拉了个中间 这延安不法办 你看延安跟那个跟丹宇 丹宇这时候机位的时候拉丢了 说没关系没关系 但实际心里想是吗 大哥这球你能拉丢 但是不能说出来 没有 陈锡不是说出来了 陈锡直接仰天 大哥这球你能拉丢 但是他没说出来 他就表现出来了 是才云那儿吗 有点像 搓竞棋正如长的 你看竞棋已经放弃了 就反手一把壶轮了个板边 你看 你说延安多了解陈玉琦 搓他正如长 他使不上劲 你看 他比赛没有这么搓的 但是他搓陈玉琦就这么搓 崩了已经 这时候已经崩了 这延安太了解他了 你要正常 你不了解他人 你一看胳膊这么粗 胳这么高 你哪敢坐在这种肠呢 他延安不关他毛病 从小使不上劲 一身肌肉 下一场好像陈玉琦对好帅 是吧 嗯 嗯 感谢观看